大軍艦停靠在港口雄壯威武 澳洲最大軍艦坎培拉號21號 開始跟菲律賓美國在南海展開海浪演習軍演 軍演為勤半個月14號開始 31號結束 有1200名澳洲軍人跟700名菲律賓軍人參加 美國則派出150人 由於中國在南海的行為越來越囂張 除了菲律賓加強軍備 澳洲國防部也在21號宣布 將編列13億澳幣 月台幣270億 向美國購買超過200枚戰斧 巡弋飛彈 這代表澳洲軍火射程 已經可以到達中共南海基地 不只澳洲菲律賓提防 中國日本也不敢大意 2024年國防預算編列7.7兆 日元約台幣1.7兆 創下時尚最高 另外曹安中提到陸海空自衛隊 將共同設立240人 組成的自衛隊海上輸送群 用來因應台海有事 美日韓三國領導人戴衛英會晤 在台灣涉海等問題上 對中方進行抹黑攻擊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美國跟太平洋國家聯手抗中 讓中國急得跳腳 但美國官員早就習以為常 眾議院中國問題委員會主席 蓋拉格指責中國 透過軍演跟共機擾台 製造緊張氣氛干預台灣大選 多謝新聞國家新綜合報導